今年夏季,除了亚洲和北美,连一贯粮爽的北欧地区,近日也热浪连连,就连北极圈内北冰阳沿岸的北欧都国和俄罗斯都出现了罕见高温天气,瑞典北部北极圈内的温度一度达到摄氏30度, 而西伯利亚北部地区,气温也在本月初一度达到摄氏32度,而往年同期,这一地区的平均温度只有是摄氏度,美国国家冰水数据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一场高温进一步加剧了北极圈今年夏季的海滨融化线下,其中在北欧延安和俄罗斯系北部,海滨已经呈现出一场偏少踏势, 而海滨的减少,不仅会对北极熊等生物的生存造成威胁,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北半球的一场天气, The end也则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